302区探体为简,我是柚子 高薪工作总是让人非常羡慕 人们也在不断追求更高的收入 国外就有一种年薪高达1300万的职业 但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却很少 这项职业就是挖石人 拼名字就令人感到恐惧 当然了,挖石人虽然挖掘的可不是普通的尸体 而是价值极高的猛马像的尸体 他们会寻找猛马像的象牙,一根价值180万 那么为什么当地人不去从事这项工作呢? 本期他名为剑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猛马像是一种早已灭绝的称物 它和大象是仅亲 它们在千年万年以前曾经是陆地上的巨兽 在草原、森林甚至是雪地上都能顽强生存 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够称王称霸 但在公元前1670年左右 猛马像因为环境的变迁 植物的破坏以及人类的捕杀 导致这个族群的数量越来越少 最后走向了灭绝 而人们发现猛马像的尸体 例如近期中在西伯利亚洞土层中 它们在地下被埋藏了少千年 而这些猛马遗体有着极其珍贵的考古价值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它的经济价值也非常高 因此现在世界上就诞生了一种新的职业 这个职业就是挖尸人 它们会在西伯利亚洞土层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挖掘寻找 它们需要随时预防土地塌方 尤其是它们在岩壁或是隧道等恶劣环境中工作的时候 一旦遇到危险 它们就很容易被坍坍的土壤所埋藏 甚至会伤及自己的生命 咱们知道象牙非常珍贵 人类为了获取象牙 因此大量捕杀大象 以至于大象数量急剧减少 因此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很重视保护大象 颁布了禁令禁止杀害大象 而这些蛙式人就把目光放在了猛马像身上 猛马像遭以灭绝 而它们的象牙更大更优质 成年的猛马像体长足足有5米 身高也能达到3米多 它们的牙齿可以达到1.5米长 它们的象牙比现代大象更有价值 如果能挖出猛马像的象牙 一根就能卖180万 挖石人的年薪平均也能达到1300万 虽然挖石人这项工作 确实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收入 但它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一不小心就会早生西伯利亚冰原 因此当地人也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从事这项工作 毕竟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 还是更愿意安安稳稳的赚钱生活 好了 本期的TimeV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们